列位 你们的服务区博主上线了 乔马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绝对是我之前所去过的 可以列进前三名了 这是独库公路上边的一个服务区 独库公路并不是一条高速公路 国道了 但是在很多自驾人心中的地位 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了 依次的来跟大家讲一点 必须不一样 咱作为服务区博主来说 你看它住宿 除了这有一块 粘房的住宿以外 再看 楼里边肯定有普通的一个住宿 那边还有一个大巴车 那是大巴车住宿 三块住宿 怎么样 再给你们看这一侧 咱们走过去 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不是羊叫就是马叫 能看到动物大迁徙 这位你们看到了吗 山上的那些 就跟蚂蚁一样 再看这一侧上边 是马 这边全是羊 这边的景观不是最壮美的 走 我带你们去看那边 才能知道这个服务区的厉害 走 如果说它住宿是一个小特点的话 那它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其他服务区 绝对不能比达 第二点景色 你们看看对面 远处山上 雪山啊 山地草原 林场 这景色 绝了吧 我敢说也就是之前咱们走西藏林拉高速的时候 咱们跟这儿 叫叫板那边的服务区 独库公路第一站 这第一站够远的 如果说从北边 进独库公路的话 是100多公里到这儿 在独库公路四五百公里 住个三四天的话 那第一站就可以住在这儿 第二站选择纳拉提 第三站巴因布鲁克 非常完美啊 说一下第三个特点 也是我最看重的 走近了去说 第三块就是它的吃了 里边的餐厅不说了 一会我激发体验一下去 外边你们看这些小棚子 现在是疫情阶段 所以这些不是常开放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介绍 什么羊肉串 手抓饭 烤包子 包括什么各种拌饭 都是有的 在这些大排档一圈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 你们看看远处 那一排也是吃饭的地方 小明起的老带劲了 什么楼兰幽香 蘑菇拌面 大盘鸡 反正是各种特色的吃的 在这基本上都能吃得到 所以 我不在这吃一顿能成吗 其实昨天晚上我来这 已经在这吃了两三顿了 今天咱们吃一下里边的自助餐吧 看看 这还卖各种野蘑菇 三四百亿公斤 草原白蘑菇 这叫松茸 408亿公斤 这贵啊 洋赌局 一千三 二十五元一位列外 太他妈良心了 哎呀 不愧我说这个服务区好呢 供不应求 菜都没有了 正在炒 咱先吃啊 来 哇 好久没有吃 看蒜蚝这种菜了 这边 身上菜都贵 你说这玩意儿运上来 炒出来 还有肉什么的 够成本吗 嗯 刚才他又上了一份大盘鸡和这个菜 我加了一些这些菜 又加了一个花卷 这下够了 哈哈 实话啊 每每到了高速务区 这心里啊 就真是踏实 就想多待一会儿 想好好休息一下 是吧 小飞儿 一起午休吧 午休呢 我一般睡在这个纵床上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在前面额头床 小气一会儿啦 小气一会儿啦 哎呀 别老整那些温邹邹的事 行不行呀 杨雪 不就是睡了觉吗 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 说完觉以后 咱们就继续出发 离开 今天是咱们房车环游中国的第264天 已经离开乔尔玛了 现在开齿翻越哈西勒根山 这一段实际上是独库公路比较险峻的一段了 但是景观元素会很多 不光有草地还有冰川雪山 这边草地跟前两期视频对比的话 真就没有那么郁郁葱葱了 现在的海拔是267 室外温度是89度这个样子 据说天山雪莲花在这里可以踩得到 能看到路的左侧有这个路标 这个路标是向下指的 这个路标什么意义 虽然独库公路在6到90月份才通车 其他的月份一般都是封路的状态 但即便在这个月份 也有可能突然之间的大暴雪 雪来了以后 这个雪就可以覆盖这个路标 所以这个路标是提示过往的司机 注意这个路标 路边上就在这个下边 是这么一个意义的 当然了除了这个封路这段时间以外 应急的一些需求或者什么的时候 也需要走这个路 走着又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 中国海拔最高的隧道哈西勒根隧道 海拔应该是三千三四这一段 两侧的围墙也是防雪用的 我得去下车看看 看看能不能过得去啊 下车看看去 刚才那师傅意思让我过一下试试 他们说预留了将近三米 他帮我指挥着 应该问题不大 他说的是 咱们试试吧 咱们试试吧 你帮我看看这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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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谢谢 哎呦 过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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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